我看到小當家就知道 我們今天又要去台中看房子 台中的這個最近就是發展 從這個北屯、西屯、南屯 就外圍區域這些屯區整個帶回來 然後就是非常熱絡 所以變成說城中區什麼西區、東區、南區的 現在也變得非常的 也變得很貴 所以是從那個外圍鄉村公打城市是嗎 所以現在市中心應該也是很貴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市中心 以前那些什麼中區南區的案子可以看 就是最近惠宇建設有打給我 在南區有一個新的建案 叫國圖館 他打給我說圖片還沒好 那我們就想說今天帶著小星客 一起去那邊去觀察附近的地形 先去看一下周遭的狀況就對了 對沒錯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是沒辦法看到什麼東西的 只能在周遭繞一繞看一看 它其實已經有圍起來了基地 基地喔 通常惠宇都先圍起來 裡面會寫插戟 插惠宇檢測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去看周遭的環境了 那開價多少錢我們最後再查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繼續Let's go 回到家都只想放空而已 誰想做家事呢 這時候如果能夠有一台掃地機器人 該有多好 但是坊間的掃地機器人都超級貴 不然就是沒有配備陀螺儀掃地亂掃 沒有路徑規劃 推薦大家這台CP值超高的 深保智能掃地機器人 除了配備兩個刷毛讓規程無所遁形外 還配備多法功能徹底清除污垢 清潔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只要拿起集成盒 拿到垃圾桶one touch 髒污直接丟掉 除了可以加水以外 還可以加入酒精或者是清潔劑 這台掃地機器人除了自動清潔你家以外 還支援遙控器控制 把完地以後自動迴規充電 是不是超方便超輕鬆的啊 現在原廠特別提供優惠方案 歡迎多加利用 喔 到了到了 喔 欸 這是什麼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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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台中的國家圖書館 哇靠 這環境超棒的耶 很有特色的建築 齁 這個感覺應該也是有設計過的 我們現在齁 站在這一個是五泉路跟復興路三段的一個交叉口 那這邊因為本來它是有一個地下道 現在鐵路高架了以後呢 這邊就變成高架 所以沒有前後站之分了 然後這邊離五泉車站 台鐵的五泉車站很近 在那邊那個方向而已 五泉方 然後這邊這裡有麥當勞 還有 這裡是高等法院 台中高等法院 喔 好像還滿不錯喔 政府機關很多喔 哇 人生中最不想來的地方啊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就算了 高等法院 絕對不要來 但是 有這種政府機關在旁邊齁 整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很威嚴的感覺齁 然後這邊就是 圖書館嘛 對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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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特色喔 因為有一間 Stockbox 還有OK Circle K在裡面 星巴克 還有OK便利商店 哇 這感覺就像美術館耶 欸 超讚的啦 有文化氣息的地方 很有文青喔 喔 小當家那三聲是怎樣 最近 跑業務跑得比較輕 跑業務跑到講話 都講到講不出來了 對啊 就有一點點 喉嚨講不出話來 已經講到生意好到這樣 台中非常的熱絡就對了 你看這裡 超讚的 所以我們要看的房子 就在這附近喔 對 剛好 它這個惠羽的建案 是叫惠國圖館 所以是在它這個位置的 算這個方向 因為它的案子就叫國圖館 所以國家圖書館在這裡 所以它在圖書館旁邊 對 而且我跟大家說喔 這裡不是只有 國家圖書館而已 還有中興大學啊 學區的地方 中興大學在旁邊啊 還有什麼 台中高宮喔 對 台中高宮 台中高宮也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個文教區 是個文青區 所以真的耶 走在路上就有文青的感覺 有文青的感覺啊 話都講不出來 因為我不是文青 好 我們就再找一下 穿越一片森林啊 樹林你知道嗎 然後就可以看到 那邊就大興土木 一直在蓋房子有沒有 這邊叫國圖 國圖社區 國圖特區 特區 特別地區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這種 混泥土車啊 在這附近 繞 打轉 所以應該都在那一邊啊 對 新的 新的建案應該都在那裡 在舊市區啊 注入一點心血 在舊市區 注入一點心血 那我們就先去那邊 走走走 台中的U-Bike 怎麼跟我們那邊不太一樣 誒 沒什麼一樣耶 不太一樣 喔 快到了 就在這邊了 走著走著就到了 這叫做 惠羽國圖館 欸 真的超扯的耶 它的特色啊 它的特色啊 就是會先鋪草坪 你能看到它在那裡 抓起 惠羽建設 那邊有一個惠羽建設的 一個建案都是這樣子 就是還沒蓋之前 就先花大錢 難怪那麼貴是不是 所以 這邊就是基地現場 然後 這是它的接待中心喔 對 接待中心應該不是在這裡 它只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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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這個位置 讓人家知道說 這裡 未來要蓋 惠羽要在這邊 蓋 蓋房子 蓋房子 那這個房子 大概要多少錢 現在 就你所知 因為 我有跟代銷都有在聯繫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有在看房子 因為也準備升級嘛 那它跟我報價大概是一坪 五十幾萬 五十幾萬 在南區 那 因為它的坪數算 中大坪 50坪以上 所以總價大概落在三千萬左右 真的喔 對 所以要在南區 環境好 在圖書館旁邊 有一個 大概三房到四房的房子 可能要花三千萬 欸 惠羽的品質 惠羽比較貴 就 在公認上面是比較好的 所以單價也會稍微高一點點 喔 因為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房子 一直往上 你這做仲介你不知道 就你們啦 你們害的 是嗎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旁邊大概多少錢 來查一下 在樂居上面看 好像是叫 惠田上書房 我再跟大家講喔 因為 這種 預售或遣銷的案子 資料真的非常少 如果有一點點錯誤 不要在那邊啰哩巴說的 不然你來補充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查得到的案子 就是在 惠田上書房 這一個我不知道是不是惠田上書房 因為它上面也沒寫啊 這邊連標籤也沒標籤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但是我們按照地址來看 有一個案子 叫做惠田上書房 目前看到 11月有幾筆的成交 大概落在40萬上下 40萬左右 5樓 9樓 還有11樓 大概都40萬以上 所以 就是說這邊 可能目前開案 都是40萬左右 那 惠宇這個會開得比較 一般的還要貴一些 對不對 因為它當然是 因為它是惠宇 因為它是惠宇 兩年前開賣的 這個是現在才準備要開賣 時間不一樣 價格就不一樣 時間不一樣 價格就不一樣 包括建築成本 購地成本 都不一樣 所以 就是 如果對這個房子有興趣的呢 可以 就是 自己來這邊 我也不知道它的接待中心在哪裡 也沒有接待中心 接待中心應該是在市區 在市區 通常惠宇的都會在 在那個 西屯區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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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小當家一起去看也可以 因為通常要去看都要先預約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預約一下小當家 下面有它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房子的 想要來分享你的買房心得 還有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重點是如果你是惠宇的 這個 的 已購戶 歡迎跟我們聯絡 一起來分享你的真心話好不好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來配備多把功能 徹底清除污垢 清潔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只要拿起集成盒 拿到垃圾桶one touch 髒污直接丟掉 除了可以加水以外 還可以加入酒精或者是清潔劑 這台掃地機器人 除了自動清潔你家以外 還支援遙控器控制 把完地以後自動回歸充電 是不是超方便超輕鬆的啊 現在原廠特別提供優惠方案 歡迎多加利用 謝謝